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這個是哥倫布 流行語 Cool! So,新年快樂大家! 今天呢,我們又來到一年一度的流行語系列 我們來學一學今年最潮的流行語啊 不然的話,如果你還在用那些過時的流行語 那就尷尬了嘛 Dad, should I try this? Well, YOLO, right? What's YOLO? So,我們來把今天的要帶你看6個最近最多人用的流行語哦 說塗照 And we're starting right now 想用10秒鐘介紹一下我的4個產品哦 我的發言庫課程可以讓你講英文更有自信 我的文法庫課程可以讓你一致搞懂英文文法 我的流行語庫課程可以讓你更融入國外文化 最後,我的單字庫app可以讓你輕輕鬆鬆的背很多單字 第一個就是這個Mid Mid呢就是一般般啦 不怎麼樣 是一個形容詞哦 比如說這杯麥茶 It's pretty mid 這個麥克風 It's pretty mid Nothing special 這個燈架 It's pretty mid Bot it off Taobao 這個影片 Well, it's pretty good actually Now,Mid是哪裡來的呢? Well,你應該已經有猜到了 Mid就是從middle來的 就是中間的意思 就是中間嘛 所以沒有特別好沒有特別壞 It's just mid 然後其實Mid本來就會在一些字的裡面呢 比如說Mid size就是中型的 Mid week就是一週的中間 只是現在大家喜歡直接把Mid當作一個獨立的字來用 OK,接下來呢就是一個很相關的詞 就是Mid wit Mid就是中間 Wit就是智慧 所以Mid wit就是一個自立普通的人 可是是尤其用來指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 自以為深奧的人 可是說出來的只是一些主流的想法 一堆的雞湯 那你就可以罵這個人是一個Mid wit Man,I'm really sad today You know,happiness is a choice You,Mid wit Mid wit雖然是流行語 但是他也不是那麼常聽到啦 但是為什麼我想聽呢 就是因為去年有一個謎音叫做Mid wit meme 這個Mid wit meme非常的火紅啊 So他呢就是指說低智商和高智商的人 常常會有類似的想法 而中間的普通智商的Mid wit 通常會有一堆的過度複雜的見解 我覺得這很中肯的 我給你一個減肥的example哦 吃少一點就好啦 生酮飲食 低碳水化合物飲食 16.8 冷凍去脂 吃少一點就好啦 話著我給你另外一個 我自己想到的一個學英文的例子哦 So如何讓英文進步呢 多開口說英文啊 今天去重複記憶法 Shadowing Comprehensive input 買一堆課程 多開口說英語不就好了嗎 當然啦 如果你是買我的課程的話 那你不是Mid wit ok 可以放心買 下一句呢就是這個 Let him cook Let him cook 這個是從民音文化來的 Now let him cook不是讓他煮飯哦 ok 這句話其實跟烹飪是沒有關係的 他的意思就是 讓他繼續發揮 就是 誒 別打擾他 讓他繼續表演 Let him cook Let him cook Yeah 這句呢真的是有點 中二感的 比如說如果你有一個鼓手 他打鼓打到走火入魔啊 歌結束了他都不知道他還在繼續打 你看到的時候就可以說 Hey don't stop him Let him cook 下一個呢就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個字 Delulu 這個字真的是2023年的時候才爆紅的 Now Delulu呢其實就是 Dilusional OK是Dilusional的一個比較好玩的說法吧 Delulu 而他的意思呢就是 是妄想的不切實際 比如說如果我跟你說 噢單字量要達到一萬單哦 非常的輕鬆啦 你可能會回我說 What? You're just being Delulu 然後我就會回你說啊 哪有Delulu啦 你下載我的 背單字遊戲 單字庫不就好了嗎? 每天進去個15分鐘 播種新的單字 澆水 還有養烏龜 這樣輕輕鬆鬆的 你的單字量就會 WOW 不知不覺的達到一萬個單字了 這個app發布之後呢 持續都是App Store前幾名的教育軟體 用過的人都說 非常的讚 很有幫助 找你不是Delulu啦好不好 真的是可以輕鬆無通的背很多單字了 快點去下載吧 那最近呢Delulu這個詞也衍生了一個很紅的一句片語就是 Delulu is the Solulu Delulu is the Solulu Delulu is the Solulu Delulu就是 Delusion嘛 Solulu呢就是Solution 解決辦法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呢就是 不切實際才是最佳的解決辦法 這其實是一個我覺得非常好的人生理念耶 就是你要不切實際的去追錯夢想才能Dream big 才能突破你的限制嘛 這個其實很適合當作一個刺青啊我覺得 只是 只是可能明年就不紅了 解下一個就是這個 The math is not mathing 意思就是 有點不對勁 然後Math就是數學嘛 所以這句話的比較直接的翻譯呢就是 這個數學不符合數學邏輯 OK And by the way 這個Mathing Mathing不是一個真的字啦 因為Math是一個名詞嘛 怎麼可以後面加ing對不對 它只是一個幽默的一個 新創的一個字 Anyway 這句話呢是用來形容某件事 不對勁有點怪怪的 不太合理的感覺 How old is your son? 16 Oh And how old are you? Me? I'm 18 然後啊 雖然這句話好像只是在講 某個數學不對勁 但是也不一定 任何的邏輯不通的地方呢 你都可以說 The math is not mathing The math again I like to say is not mathing 最後一個就是 Cake Now cake呢是蛋糕嘛 大家都知道了 不知道的話 快點去下載單字庫好不好 但是現在這個字有個流行語的意思就是 大翹臀 OK 所以說Cake現在呢也可以是大翹臀的意思哦 至於為什麼Cake是大翹臀呢 其實沒有人知道 可能兩個看起來都很好吃吧 所以我給你例子吧 這邊呢就是Spongebob的 Spongebob的大翹臀 你看到呢你就可以說 Damn Spongebob You got some nice cake Damn You got some nice cake 然後呢 By the way Cake的這個流行語呢 最近也衍生了一個另外一個流行語 就是Bakery Now Bakery本來就是麵包店的意思嘛 但是它在這裡呢也是大翹臀的意思 而是更大更翹的臀 也就是說啊 你有的不只是一個蛋糕 你有的是整個麵包店內 所以我給你一個例句哦 Spongebob has some nice cake But Gary has got a whole bakery But guys we are finished So 如果你想得到今天的講義呢 下面會有個連結給你下載的 下個禮拜呢我會分享十個NG英文 這十個大家都會翻譯錯誤的食物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 就幫我按讚然後 哇 哇 嘿 訂閱哦 我的四個產品就在這裡啦 有三個課程的 也有一個背單字的APP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下面都有連結哦 But guys I'll see you next week But until then keep it coo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